丰收季节困扰种植户 黎麦收割遇到大难题 这两天这不是故事 这总是大几 丘陵黎麦收割机来助阵 测试环节却惨遭拒绝 那不行啊 你们都别争气吧 不行 损失太大了 人机大战 机战震撼 新机器为何突然抛锚 新老机器终极对决 谁的效率更胜一筹呢 敬请收看《我爱发明》 黎麦将收割 大家来看看 我眼前的这盘东西 我一开始看上去之后 我以为是那种胡马子 后来才知道 这个东西 居然就是所谓的黎麦 这些年黎麦特别火 很多人都号称 吃了黎麦如何如何减肥 如何如何健康 在我们甘肃东乡 就有不少人种植了黎麦 现在是黎麦收获的季节 但是大家也看到了 这东西颗粒非常小 感觉比芝麻还要略小上一圈 这收获绝对是个麻烦事儿 这收获绝对是个麻烦事儿 明天有没有时间了 没有时间的 你当着呢 哎呀 那咋办呢 我那个 几年做专家的那个 也没有还过呢 这一天 马文吉挨家挨户 敲响了邻居的门 他想请邻居帮自己 收割藜脉 却无一例外地 遭到了拒绝 马文吉是地地道道的 东乡族自治县 不能勾人 平时在外打短工 补贴家用 去年 他看到周围的村民 通过种植藜脉 改善了生活 他的思想也活络了起来 今年他一下承包了 四十亩地 都用来种植藜脉 这片藜脉地 也成为他改善生活的 全部希望 可是到了收获的季节 如何收获这四十亩藜脉 却成了一大难题 我们收藏这种家家 和别人技术 人工不好 在我们班里 这两千这不收贵 这损失大几分的 东乡族自治县 地处黄土高原 丘陵地带 以种植藜脉为主 但是因为特殊的 地理环境 目前并没有专门针对 丘陵地区的 藜脉收割的基线 当地人还是以 人工收割脱力为主 藜脉成熟后 如果不能及时地收割 藜脉子会掉落到田间 给种植户带来很大的损失 看着其他农户 享受着丰收的喜悦 马文吉却因找不到人 帮忙收割藜脉 而感到十分着急 那么有没有一台机器 能够解决它的难题呢 我叫赵武云 是甘肃农业大学 积电工程学院的教授 因为我们传统的古物收获机呢 对它进行收获的时候 它的损失比较大 那么老百姓没办法接受 就萌发了一个链头 看能不能设计出一款 能够解决 这个泥脉收获的这样一个机具 赵武云和他的团队 对泥脉的特性进行研究时发现 泥脉骨粒和静感之间的连接力较小 轻微的震动就会导致泥脉子掉落 那么怎样才能解决 泥脉子容易掉落的问题呢 常规的小妹手割藜 他们有个啥 它有波尺 因为小妹比较低 而且小妹它这个碎子比较小 它整个就可以插进去 但这个泥脉碎头整个大 比如这个波尺背下去 整个就把它看 所以它就是常规的这个波合轮 就不是被收获白 所以最后我们专门对隔台 做了改建 把这个波合轮取掉 然后就是用一个新的隔台 去解决这个问题 赵武云团队研发的 丘陵藜脉收割机 针对丘陵地形 将隔台尺寸缩小到1.92米 能够更好的在小型地块作业 针对藜脉子容易掉落的问题 改用了链式波尺 波动铃脉筋杆送入割刀进行切割 避免直接撞击脉碎 导致子力掉落 出现损失的问题 这台机器真的能够解决 铃脉收割时的损失问题吗 我们的编导在跟赵武云沟通后 决定通过测试一探究竟 师傅您好 您好 师傅 您好 我看您这都是手工收割的是吗 就什么 盖上手工收割 赵老师他研发了一台专门收割 黎麦的机器 要不用那个在您这做一下测试 帮您收割一下行吗 可以 试一下嘛 太好了 赵老师 咱们就在他们家测一下 那行 那我们等一下试一下 好 正在为收割黎麦发愁的马文吉 听说赵老师的机器 可以收割黎麦 而且损失率较小 这让他感到非常高兴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就能解决他黎麦收割的问题了 马文吉种植的黎麦品种是 龙黎五号 猪高接近一米 赵老师发明的黎麦收割机 收割效率究竟会怎样呢 测试开始 农机手驾驶机器平稳前进 黎麦被链式拨尺拨向割刀 骨碎被顺利送入脱离舱 收割过程还是比较顺利 但是损失率会让马文吉满意吗 我们决定查看一下收割效果 咱们看一下收割的这个 可以 这个好着点 这个机器收割 手工拖离也就这样子 手工拖离也就这样子 也这样子 我们人后水子于水外 看看那个地里边 还是收割的挺干净的是吧 干净干净 没有什么掉落的是吧 对对对 就是手工收割它会有掉粒吗 差不多 差不多是吧 马文吉看到收割效果 还是比较满意 但是他又提出一个新的问题 那边还有一些浓尼一号脸 可以说吗 高级很那个浓尼一号 有多高大概 高的两米二三脸 可以 当你的猪膏比较高的时候的话 我就想办法的话 让你喂入的时候的话 把顶部的碎头喂入就行了 那么这样的话 来减小它的脱力轻选的 这样一个负荷 赵武云团队 针对相对较高的藜脉品种 采用可升降的双层割刀收割 上割刀提升后 和下割刀一起将藜脉分为三段 只将骨碎部分送入脱力装置 而接杆部分则从出风口排出 避免增加损失率的同时 还能降低藜脉收获时的含杂率 一脉金杆的含水量较高 在用机器收割时 金杆容易缠绕在角龙上 造成入口堵塞 较多的金杆进入脱力装置 会造成脱力时子力破损 那赵武云研发的机器 能否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呢 我们选择了一块 金杆高达两米的 笼笠一号田地 进行收割测试 收割会像赵武云预期的 那样顺利吗 农机手驾驶收割机 对金杆高达两米的泥脉 进行收割 收割看起来很顺利 整个过程并没有出现 堵塞缠绕现象 看起来收割高杆泥脉 也没什么问题 就当它这个结髓高的 比较高的时候的话呢 你看我们这个时候就把这个地方给它切断了 给它胃进去了 下面的那些切断以后就成结杆了 铺在地里面了 比起这个机器人是人工不应配 人工人机手呗 我就达文器接近了 机器收割得到马文吉的认可 那其他种植户 愿意用机器进行收割吗 大叔您好 您好 您这是正在收藜卖是吗 就是 我们现在就是研发了这个 就是专门收藜卖的这个机器 那我们用机器帮您收割一下行吗 那不行损失太大了吧 我们这损失小 那个你找别人去吧 大姐您好 你好 是这样的 我们我看您这手工收割挺累的 我们就是新研发了一台这个 专门收藜卖的机器 就帮您收割一下行吗 连续找了几个种植户 他们都担心机器的收割效率 纷纷拒绝了我们的请求 看来种植户 还是对我们的机器有所怀疑 为了证明我们新机器的收割效率 我们决定来一场人机大比拼 我们从田地里找来了11位 正在收割藜卖的犁农 我们决定先通过一场 人工队内部赛 从11位黎农中选出速度最快的6位 参与于机器的比拼 您觉得您几位里边 平常的表现来看的话 谁搁的最快呢 我搁的最快 谁搁的最快啊 那您这是 什么 我搁的都好 您觉得您从这些人里边 能胜出参加和我们的机器的比拼吗 可以 可以是吧 你有信心是吗 有 11位黎农都对比赛充满信心 都认为自己能够胜出 参与我们与机器的比拼 那到底谁能胜出 参加我们的人机大比拼呢 好 我们现在就是 我们前面有两面棋子 我们11位选手 到达终点的6位 参与我们和机器的一个比拼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好 预备 开始 待会儿 3位 打给他 1尾 3尾 这 3 7 7 5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起来分散开 干活比较快 就比较灵活 对对 比较灵活 光灵活就够了吗 那 秘密武器 秘密武器 你们还有秘密武器 你们有什么秘密武器 我先不秘密武器 还不告诉我们 是吧 好 咱们再问问赵老师这边 赵老师您觉得哪一项会获胜 我觉得我们机器的一个人获胜 你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这个机器是专门针对这个 鲤麦来设计的 它的效率也比较高 然后它的作业质量也比较好 1 2 3 加油 好 现在咱们这个机器队和人工队 都是信心满满 那到底哪队能赢呢 比赛马上开始 这次比赛 我们选择了相邻的两亩黎麦田 由赵武云带领的机器队 和六位黎农组成的人工队 分别收割其中的一亩地 机器队和人工队 谁会率先完成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两队准备好了吗 好了 好 我们计时开始 比赛开始 由于我们人工队机动灵活 剪刀镰刀齐上阵 上下翻飞取得了领先 而此时机器队似乎并不着急 赵老师还在不急不躁地 部署策略调试机器 这是磨刀不误砍柴工吗 人工队收割五分钟后 机器队也终于完成了 调试工作 开始收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工队已经遥遥流间 咱们机器马上快修好了吗 快了 快了 马上修好了 那您现在着急吗 不要着急 别着急 这个断了都是赶时间的断 人工队距离终点越来越近 而机器队经过二十多分钟的紧急修理 终于排除故障 重新开始了收割 虽然机器队中间出现了故障 但他们排除故障后 加足马力 逐渐夺回了优势 机器队已经顺利完成掉头 平稳地进行反程收割 而此时人工队距离终点也仅一步之遥 两队到底谁能最终胜出呢 机器队在人工队临近终点时完成了收割工作 用时四十五分钟 五分钟后人工队也到达了终点 只是他们转运脱力还需要大量时间 比赛胜负已毫无悬念 人工队信誓旦旦的秘密武器还没登场就已夭折 原来人工队的秘密武器就是一台脱力机 比赛前人工队为了赢得比赛胜利 经过商量从马大爷家借来的脱力机 但是脱力机还没派上用场 比赛就已结束 不过人工队还是继续他们的转运脱力工作 我们也在人工队转运离脉时 对机器脱力的效果进行了查看 发现整体收割效果比测试时要干净一些 那比人工脱力的效果如何呢 经过半个小时的装车转运 人工队将收割完的离脉运运送到了脱力厂 在完成卸车工作后脱力工作正式开始 人工队快速将离脉送入脱力机内 一粒粒离脉子也从出口跑了出来 一个半小时后 人工队完成了脱力的工作 从开始收割到完成脱力总用时 两小时50分钟 而我们的机器队仅用时45分钟 从两队脱力效果看 机器队收割完的离脉 比人工队还要干净一些 这场比赛过程中的话呢 我们的机器呢出现了一些小故障 但是经过我们的努力的话呢 还是把它给及时地修复了 通过这个比赛的话呢 实际上我们的目的也是 给我们的这个种植户的话呢 提供这个优质高效的这个收获机具 虽然机器队在和人工队的比赛中 取得了胜利 但是我们还是想知道 新机器和传统机器到底有多大的差别 在和赵老师沟通后 我们决定去寻找一台传统收割机器 进行比赛测试 咱们这是一个什么机器啊这个 食育菜 食肖面 得客气 在攀谈中得知 司机师傅姓蒋 开收割机器已经七八年了 听说 听说我们研制出了一台 农业机械推广耸战的专家 作为裁判进行专业测评 专家将分别从收割速度和种植户 最关心的损失率方面做出评判 到底谁的机器更胜一筹呢 大战一触即发 好 现在双方机器已经进场 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 比赛正式开始 两台机器几乎是齐头并进 贾师傅开着传统的机器 采用的是滚筒拨尺方式 将黎麦碎拨向刀口 我们的司机师傅开着的 黎麦专用收割机 采用的是链式拨尺 从筋杆处拨动黎麦 这样不同的方式 会对比赛结果产生影响吗 双方你追我赶 始终没能拉开距离 我们的新机器在速度上 好像并没有太多优势 两台机器很快都收割到棋子的位置 完成掉头并进行返程收割 随着比赛的进行 返程收割途中 两台机器还是没能拉开距离 双方都在为保证收割质量控制速度 让收割效果达到最佳 两台机器几乎同时到达终点 完成收割 从速度上看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那损失率的对比结果 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的专家分别对新老机器 收割过的藜麦田地取样 以一平方米为标准 进行抽样拾取 对掉落子粒进行称重 由此推算出 两台机器收割一亩藜麦 所造成的损失率 普通的联合收割机 快速达到12% 另外收割机3% 明显效果也好多了 经过专家测评 新老机器速度没有太大差别 而损失率却相差了 9个百分点 以后的话来进一步的改进 来进一步的降低它的损失率 减少它的含杂率 进一步的减少它的破耸率 我们这方面 还有努力的前景应该说 近年来 藜麦市场需求旺盛 种植面积不断增加 而靠人工收割的传统方式 成为藜麦产业发展的最大彻者 丘陵山地藜麦联合收割机的出现 有效解决了 藜麦收割的关键瓶颈 遭清障碍的藜麦产业 将绽放新的希望 藜麦既然受市场的欢迎 不少农户就选择了种植 但是以往没有太多的经验 所以无论是从田间管理 还是到最后的收获 乃至于销售 对他们而言 那真是一步一个坎 而我们的农业机械设备的设计者 生产者 也需要尽更多的可能 去帮助他们拓展这一新的领域 真正的实现 在藜麦种植过程当中的机械化 帮助更多的农村农民朋友们 能够获得更大的利润 好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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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